随着全国接种疫苗计划开展 逐渐控制新冠疫情的我国 正准备从百废带新的经济领域重新崛起 而第十二大马计划就是一剂复苏良药 首相署经济事务部长拉杜斯里穆斯达法透露 尽管应对疫情一波三折 但是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 目前已经来到尾声 我个未来将放眼拓展数码科技领域 莫斯达法今天受邀为新铁投资银行 举办的线上研讨会发言时 宣布这项好消息 他也表示从中央到州政府各个部门 就这项计划所申请的拨款总额 已经高达九千亿令吉 政府也在今年内计划拨出六百九十亿令吉 协助应付各项疫情期间的开销 文露竹河虽然重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 但是穆斯达法强调 会谨慎研究每一项拨款的必要 因为政府依然把重心放在公共卫生安全 他解释考量到控制疫情的重要 因此政府决定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卫生领域 尤其是全民免疫计划